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腺窝口可有该弱样浓栓 下颗角淋巴结肿大 于急性扁桃体炎 需要鉴别的烟部疾患有 烟白猴 闻桑式烟霞炎 粘性白细胞减少性烟霞炎 溃痒性烟霞炎 烟部角化症等 扁桃体炎能引起多种并发症 如扁桃体周围浓肿 风湿病 急性肾小球肾炎 关节炎 心肌炎等 对急性扁桃体炎 可使用抗生素治疗 应清洗 通大便 多饮水 服退热止痛药等 常在五到七天恢复 凡反复急性发作 或引起并发症的慢性扁桃体炎 可手术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症